微波炉不火了 曾经摆满整个大卖场的家店 如今打折销售都未必有人买 这就好比一个宏记意识的明星突然糊了 没几个人过问 但是呢 微波炉并没有被淘汰 在各大家店商场均有售卖 有些价格还不便宜 为什么微波炉会过气呢 他是否应该被淘汰呢 微波炉是二战时期的产物 不过和那些比用于军事的技术不同 微波炉据手被发现 纯属偶然 当时美国一位雷达工程师彭赛 发现他口袋里的巧克力化了 起初他以为巧克力太贴近身体 被体温融化 但随着天气变了 他穿得越来越厚 巧克力依旧融化 后来他发现 是自己工作环境的雷达 让巧克力被加热了 经过他的研究 在1947年 美国生产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微波炉 只不过这个时候 它叫做雷达炉 因为雷达炉具有战争的味道在里面 经历了二战的老百姓们横反改这个名字 于是被改成了微波炉 从60世纪开始 微波炉走进了千家万户 成为了很多家庭的首选 它可以不用用火就能加热食物 被认为更安全 微波炉在80年代时进入我国 清洗之年之后 彻底走后 成为了家家户户必备的家电 并且随着产品的钢清换代 兼具加热 烤 真功能的微波炉相继出现 货架上的微波炉种类 也是看得人人眼花缭乱 有一句话叫做 人红是非多 微波炉甚及一时 关于它的各种说法 也接踵二之 其中最著名的 蘑菇鱼 微波炉有辐射 和微波炉加热的食物致癌 那么 这两个说法是对还是错呢 微波炉 顾名思义 它工作的使用的是微波 微波是电磁波的一种 大家一听电磁波 就感觉比较可怕 也就不免想到了辐射 实际上 微波是频率在300mhz 到300ghz范围的 电磁波统成 它原本就属于雷达波段 波是否对人体有害 取决于它的频率 比如可见光的频率 在380到750ghz 人会因为被灯光照而致癌吗 紫外线的频率 在750ghz到30phz 常被有人杀菌 可见这个频率的电磁波 就会对生物体 造成一定的伤害了 而宇宙中最恐怖的 伽马射线 频率超过了300hz 别说人了 有些天体都扛不住 一个伽马射线泡 现在再来看微波 你还会觉得它恐怖吗 我们食物如果稀开的话 是由很多分子构成 当分子吸收了微波 就会以每秒24亿5000mhz的速度振动 这样的振动速度 足以让分子产生热量 并深入食物内部 让食物热起来 有一些分子的固有频率 如果和微波频率相近 那么它们会和微波产生共振 产生的能量达到最大 这也是为什么有的食物易于加热 有的时候要加热很久 但是这样也会带来一个缺点 食物中的水分子会因此受到损失 如果食物本身还有足够的水 那么问题不大 可是如果本身含水量就少 会这么一振动 水分子减少 食物就会越来越干 那么被微波炉加热的食物 是否致癌呢 一般来说 油炸 腌制 重盐 尤其是亚酵酸盐的食物 比较容易致癌 微波炉只是负责加热食物 它决定不了食物本身的属性 而且微波炉加热食物的温度 一般在100度左右 烘烤的温度 可以达到200度左右 这些温度并没有达到很高的离谱 和我们平时烹饪的温度差不多 微波炉的结构其实也并不是很复杂 它的内部有个微波发射器 这是微波炉的心脏 专门负责发射微波加热食物 此外 有一些多元化的微波炉带有电炉寺 是专门够烘烤使用的 微波炉具有很强的穿透能力 但是不能穿透金属 所以使用微波的时候 不能用金属容器 说了这么多 微波炉就真的百列无一害吗 当然不是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东西 微波炉本身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微波炉对容器的要求很高 很多人认为 只要是非金属放进去都可以 世界上 不能放进微波炉的容器 还有很多 比如 不耐高温的塑料 非微波炉专用的陶瓷 非微波炉专用的玻璃 以及纸质品等 这也就导致很多人买了微波炉 就得再买一套 适用于微波炉的固碗瓢盘 还有就是 不是什么食物 都可以拿去加热的 有科学家做个实验 尖两颗葡萄挨着放进微波炉 结果发生了爆炸 微波炉的加热方式不均匀 它是先从最外部开始加热 然后再到最内 当然 分子也不是每次都是 从最外面开始震动 有的时候 它会像打的阳太素一样 由内而外加热 同一个食物的不同位置 也存在着加热的快慢问题 比如生鸡蛋 它的内部蛋液 比外部蛋壳更容易震动 因为鸡蛋液还有水分子 结果鸡蛋内部开始加热 外部的蛋壳没有动紧 导致鸡蛋变成了炸弹 最后把微波炉里面 爆的到处都是鸡蛋液 微波炉的加热空间 应该定时清理 否则 食物残渣就会在里面聚集起来 自身病菌 因为频率问题 微波能杀死一些细菌 但是消毒的效果 赶不上自外线 不要以为微波炉内边 人们家庭购买微波炉的本意 是为了热饭热菜 随着家庭的更新 以及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 微波炉渐渐失丑了 早期人们买微波炉 是为了热菜的生活方便 因为没有微波炉之前 大家加热食物 得使用蒸屉 那个时代使用蒸屉 得点燃灶台 对于小孩子来说很危险 微波炉能有效杜绝明活 老人小孩都能使用 可是有商家发明了电蒸屉 不用明活 使用电加热 原理和电饭煲一样 这样也度取了明活的使用 还有一点就是 人们吃剩饭剩菜的时间 越来越少了 尤其是生活节奏加快 餐饮行业 以及外卖行业的兴起 在家里吃饭的时间 越来越少 很多人买了微波炉 发现很少用得上 如果真要加热什么东西 可以再买个电蒸屉 它不仅可以加热食物 还能用来蒸其他食物 更重要的是 当年微波炉的辐射 致癌耀眼 重创了这个行业 许多不明真相的人 因为害怕 就不打算买微波炉了 随着电气市场的改朝换代 现在的电烤箱 空气炸锅的香气温饰 微波炉在历经了 半个世纪的辉煌后 走向了没落 那么 微波炉真的被淘汰了吗 虽然微波炉失宠 但是它还没有被市场彻底淘汰 还有一群人在使用微波炉 各大卖场 也有微波炉出售 微波炉现在的销量 肯定是赶不上千禧年那会儿 但是购买它的人数 还没有到门口罗雀的地步 一些大企业的微波炉 还有需求 因此我们继续生产下去 其实纵管我们使用的电气 大部分都没有被淘汰 它们要么改头换面 被改造成了其他模样 要么更新换代 性能更加优裕 微波炉曾经在人类的厨房 写下过浓墨重彩的异笔 必然不会这么轻易的 就退出历史舞台的